代表能夠追著車子追到機場 我們剛好幾位同事都是 對外交部的努力的精神很肯定 但是努力的結果當然我們是不滿意的 因為除了我們陳大使 還有法務秘書跟警務秘書 當然都有啦 但是結果還是一樣嘛 他這是一個驅離 他並不是遣送 驅離要尊重他們的自由意志 所以這個事情基本上 你們第一天的聲明 11號聲明說 這是一個不文明的動作 是一個擄人的動作 本件是贊成 我現在先請教 我剛才聽到一個東西就是 2014年12月份這個案子 大概12月3號到現在 你們曾經跟肯亞主張管轄權 那你說在2015年也曾經 這個案子有兩批送回台灣嗎 對 一共有10個人 就是同一個案子 同一個案子 可能相關啦 因為事實上這個 所以你們弄了一年還是不清楚 我剛才聽到江偉人問啊 可是那 不能一年多什麼都還相關 我就說在同一個案子 對 肯亞這同一個案子 2014年的12月份到現在 你們曾經主張管轄權 是 2015年你剛才的業務報告告訴我們說 對 有兩批 對 送回台灣 對 一共10個人 我們由刑事警察局派人去把他們帶回來 所以同一個案子有一部分送回台灣了 對 那個部分是已經結案了 那第二個 同案77個人有37個判無罪 其中有一個泰國公民沒錯嘛 對 我們的了解是這樣子 那這個泰國人現在送到哪裡去了 他還要回泰國了 他送回泰國嘛 是 那我現在問的有趣的事情就是 中國這個動作除了破壞陸委會說2011年以來的默契 然後呢 同一個案子 一部分的人在去年已經送到台灣送回台灣來了 同一個案子的泰國人 他是回泰國 然後把台灣的應用撞門的壓著 而且那不合法的程序 我們還有禁制令喔 你禁制令有沒有帶來 帶來這邊 我們外交部禁制令有沒有辦法提供給我們看一下 這個我想可以 我們可以請我們這個陳市長 你現在你待會兒早送到我這邊來 我繼續問 就同一個案子 破壞了默契 去年有人被送回台灣來了 甚至同案的被告被判無罪的泰國人 送回泰國了 你覺得中國在肯亞採取這麼大的動作 真的是為了辦案嗎 還是有其他的原因 我們認為他還是辦案 因為按照我們所了解的 沒有這個可以給委員看一下 根據我們的了解 我想大陸方面針對這個案子 已經有部署了差不多兩年的時間 這金智麗 你出力給我助理一下 所以我們現在擔心這個案子 是一個小有限度的衝突的政治動作 因為他弄完之後 他會說這是一個中國的原則 雖然陸委會說不接受 我想在東南亞 因為事實上兩岸合作的例子很多了 以往很多案子都有這樣 對 這個案子上我們會非常謹慎的處理 以往都沒有出過問題 但是這一次這個案子 你說如果為了查案 怎麼會有五個去年先送回台灣 怎麼會同案的泰國人 去年有十個 十個送回台灣 然後同案的泰國人讓他一起 然後他飛回泰國去 這到中國去怎麼辦案 同個案子一群人 拆成三部分 怎麼辦案 你不覺得奇怪嗎 而且你們在去年採取這十個遣送的時候 中方是知道的 沒有問題啊 那個時候是由我們的刑事主義 有派人把他帶回來 你覺得這樣子的過程尋不尋常嗎 我想我們的了解是 那十個人那個部分他們認為已經結案了 所以他就 我們這23個判無罪耶 對 那個結案的送回台灣 判無罪了 判無罪的 他拿什麼來押 對 所以我們才會提出 這個申請禁制令的那個部分 禁制令也拿到也沒效嘛 他做的其實違法動作 我今天如果是個家屬 跑到台灣一個警察局 告國際辱人勒署 可不可以 法律部要辦啊 因為他也不是遣送 他是驅離 還限你21天要自由離開 你離開他 你要去香港 要去台灣 要去泰國 仔麗嘛 你自己選擇嘛 就被人 拿著槍 那個槍 那個雖然是肯亞的公權力 可他遣送 他驅逐出境是到機場讓你自由離開啊 自由選擇目的地啊 沒錯吧 一般的驅離是這樣子嘛 他沒有交給我們國家政府啊 我說如果現在有個家屬 跑來按鈴告說這個是 辱人勒署 法律部要不要接受 次長 法律部次長 你說 你們接不接受 接受什麼 因為他完全違反了一些常規嘛 我先告訴我 這個是辱人勒署 你接不接受 不會啊 我們不會違反常規的東西 違反我們的法律規定 這東西我們不能夠認識 所以可以告喔 我們就不能 所以可以告喔 我們現在等於告訴家屬可以告這個喔 現在好像 我看外交部的報告裡面 對於中共的這種違反禁制令的東西 他有提告 提告譴責 我現在講是國內的可以出一部分 好我現在在問哈 這段時間你們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2011年2月份這個案例以後 我先請到陸委會 那個副主委 你們從2011 14年 2014年 12月這個案子發生 到2014年4月7號 我把它做一個段落 因為之前在2011年2月份 曾經發生過菲律賓 把台灣的14名 遣送到中國去 那時候引起社會輿論華然 有潛力可循了 有前车之見了 所以201412月到2014 4月7號 或者4月5號判無罪之中 你們陸委會 對這個案子有沒有受理或了解 我們這個時候都跟外交部和刑事警察局 保持橫向的聯繫 所以你們都知道 從一開始就知道 對我們從案子在 肯亞那邊 警察局在開始偵辦 我們就有跟陸方表達說 這裡有我方的人員 我們要依照 所以第一個 你們知道 我們這些台灣人的名字都知道 名字我沒有辦法掌握 你們三個部會有沒有人知道 知道嗎 有掌握 你請坐 他們的個資 我沒有要你揭露 你們都知道他的名字 可是陸委會說不知道 那你們掌握什麼業務 因為我們知道 說有這一件事 然後我們要跟刑事警察局 你們知道 就做了什麼事 我們這個時候 跟國台辦講說 這裡面是由我方的人員 依照以往處理的模式和 副主委 你不會覺得我們這樣很耳熟嗎 甘比亞跟副教授 我們是不是一起站在這邊 你也說 我們問了 再三問過中國方面 他們保證跟甘比亞沒有接觸 沒有進行什麼往來 結果他騙你啊 可是國安局的報告說 他們有接觸 有往來 還要蓋廣場 你們把資料 視之無誤啊 國安局那天 也有講說 他們那個時候 因為還沒有掌握 確切的信息 所以他們沒有橫向分享 所以他沒有分享給你們 你們兩個政府 是兩家店 不相干的 後來他們才提 那這件事情 你們過去這一年多 掌握到了 聽起來什麼都沒做啊 我們這一年多 我們要配合刑事警察局 還有外交部那邊的訊息 你們什麼時候知道 中國要把這些人 強要去中國的 我們是4月8號 4月8號才知道 都到刑事警察局 所以你們從2014年12月份 掌握到2014年4月7號 什麼都不知道 因為刑事警察局 在外面有駐外的聯絡官 那這個部分 他們第一時間會把通報告 陸委會跟中方的聯絡 從來沒有得到訊息 他從來沒有跟你打過招呼說 這幾個我們要送回 中國要協助辦案 通通都不知道 之前沒有 我們沒有掌握 所以你們的熱線是玩具 你們的協議根本是開玩笑 你知道嗎 熱線有熱線的 熱線是他找你們找得到 你找他們要等的排隊 然後呢 不是這樣的 那4月8號 你們接受報告之後 9號10號 禮拜六禮拜天 你們做了什麼 我們持續的在跟陸方的相關部門在聯絡 哪個部門 跟國台辦 國台辦 對 沒有接觸到國台辦的高層 他們一般的辦事員 不是 是我們有 司處長層級的一個聯繫的管道 聯繫是為了把這個熱線打開來 熱線 要了解 通報的 就是相關人員的通報 要知道他在哪裡 你那個想像就是 4月9號10號 因為是禮拜六禮拜天 你們聯絡那邊的人 只是為了拜託你接我電話 不是 我們的國安會議是禮拜一才開 4月11號才開 都在放假啊 周末啊 呃 如果委員知道我們內部的聯繫 其實事實上在這兩天是一直沒有間斷的 所以整個聯繫 只為了導向一個結果 熱線接通了 昨天接通了 然後反映的那些事情 他說好 我們會 會向相關單位轉成 我們第一個時間表達的是 原來人還沒有帶回去 我們希望人帶回來 人帶回去之後我們希望 你說人帶回來他們怎麼回答你 9號10號的時候 9號10號的 他們 呃 因為國台辦系統說 他要跟相關部門了解 都一樣 所以那個時候 跟熱線的答案不是一樣嗎 一樣啊 熱線 你們 你們 你們主委打電話過去 他也是說 我們會跟相關單位反映啊 不是都一樣嗎 那個熱線是反映說 我們要派團過去 他說要跟相關的部門去 都一樣嘛 答案就是 我跟我相關部門研究完 你們什麼答案都沒有啊 不過這個部分 他們有表示 所以再發生一次還是一樣啊 再發生兩次也還是一樣啊 你們很努力啊 我沒有說你們不努力啊 也許週末你們都加班啊 結果都一樣啊 從2011年2月的菲律賓案件到現在 通通都一樣啊 那你們說不接受 本案導向一個中國的原則 因為他們對外是這樣宣稱的 說這是因為一個中國原則 還肯定了肯亞的善意 那你們不接受 接下來怎麼辦 這個部分我們有跟他們表達嚴重抗議 那這個是他們外事部門這樣講 所以我們有針對他們外事部門講的部分 副主委 表達我們嚴重的立場 這個部分我們有跟他們表達嚴重的抗議啊 然後我們對這個事件的處理 我們有提出訴求 上一次菲律賓案你們有沒有抗議 上次菲律賓案子 也啦有抗議啦 應該也有抗議 然後去談 所以抗議以外 我們入委會沒有別的事情可以做 不是我們就是去就我們實際的訴求 去做溝通處理 那所以菲律賓那個案子 才會建立一個處理的模式 如果只會抗議 就像肯亞他根本不理你的時候 你們應該要準備有備案了 兩邊的關係像跳Tango 不能永永巴著人家 然後出了事情我抗議 你騙我下次不可以 每次都一樣啊 國家的建交斷交 甲比亞也一樣 這個事情也是一樣啊 我們每次在那邊質詢都一樣啊 可是受害的人民會一直換啊 縱使是罪犯 罪犯也是我們的國民 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法務部 抱歉再給我一點時間 法務部我請問你 當你們的副司長 我覺得副司長很體貼 把中國的立場都解釋得很清楚 中國對台灣 對這些人有管轄權 我先問你幾個問題 第一個 被判決無罪的人 或者一個一般人 我只是到肯亞去看大象的 他現在要把我錢 把我抓起來送到中國去 說認為我有犯罪 可不可以這樣子 不可以的 判無罪的可不可以 應該不可以的 那為什麼你們副司長講說他有管轄權 我不知道他講什麼 他是你的部下 你還不知道他講什麼 從早上問到現在 每個人都問這樣的問題 他剛才一直在強調說 他是在問說 在法律上裡面 這個敏感的時刻 代副司長 判決無罪的人 你不要管我還犯了其他什麼罪 我現在在肯亞被判決無罪 或者我私底下做了什麼壞事 你也不知道 我現在去肯亞看大象 可不可以另外一個國家或中國 說來我設犯罪名 要把我送到中國去協助調查 可以嗎 大陸如果有跟肯亞做官方的聯絡的話 在肯亞他們官方認同的情況之下 那他們可以做他們司法上的協議 你注意一件事情 這個司法 我在講官方 這都是官方 判決無罪 一個一般人出國旅遊 只要他們兩個官方認為有必要 就可以把他抓到北京去協助調查 這是雙方官方的處理 這個我們無從處理 我們沒有一點辦法都沒有 這個是他們官方的協議 我們當然透過外交的程序 我們可以去了解 這個是代表法務部的立場 你知道中國官方的法律 您剛才所提的這個 我是認同 一個人他沒有犯罪 到那邊去 你們不能一個黑臉一個白臉 你們兩個講不一樣 所以我剛才講說要補充一下 說他所所講 應該是以我所講為準 因為我代表法務部政策 什麼叫以你講為準 你會開什麼玩笑 我的意思就是 他上來做專業解釋說以你為準 我要把他的這個定義講清楚 你做的時間不一定比他長 什麼叫以你講為準 我面對他時間搞不好比較久 我是要說明說我們保護的立場 我一分鐘我講清楚 他剛才你那個主張是危險在哪裡 多給兩分鐘 中國的法律危險在哪裡 就是他很多規定的違法 他認為 他認為靠他扶持的政權 官方一接觸我們就可以被抓走了 你怎麼可以去認為這樣子 我們無計可施 那外交部怎麼辦 然後外交部我本來有一些資料給你 就是有一堆 我們現在被扣在埃及的 40個人 39個 10月22號就服刑期滿 會不會被送到中國 請你注意 我們會後給好不好 雙方都會後給 我們下一位請 呂豫